普通万用表欧姆档的精度一般在0.1到0.01欧姆 所以理论上能测的最小组织大概是100至10毫欧 但是由于表比上存在内组 因此在测量较小组织时精度很难保证 假如需要测量小于10毫欧的组织更是无能为力了 今天我们就用这几个零件制作一个简单的电路 让普通的万用表也能精确地测量毫欧级别的组织 LM317这颗芯片能够提供1.25V的参考电压 利用LM317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精准的横流源 2.2V法的电容为电源输入端提供滤波的作用 假如使用电视供电也可以不用这个电容 20欧姆的金属膜电阻用来限制电流 100欧姆的电位器与20欧姆的金属膜电阻配合调整电流大小 下面我们来组装电路板 首先安装的是DC电源插座 接着是20RV法的电容 给LM317安装一支散热片 这样能改善芯片的温飘 也可以选择布装 安装20欧姆金属膜电阻 给LM317的调整端飞一根线 安装100欧姆电位器 安装接线柱 最后飞一根线作为D线 接线图在这里比较简单 充分利用每个零件的引脚把电路搭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清理多余的引脚 横流电路就制作好了 下面来给大家演示如何使用横流电路测量电阻 这里要用到一对LCR测试夹 之前给大家分享过LCR测试夹的制作方法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翻一翻 将测试夹的一端分别插入万用表的COM口和毫安口 将测试夹的另一端分别与横流电路的输出正负级连接 准备一个5V的电源或者用电池供电 将电源插头插入横流电路的DC电源接口 先将万用表切换至毫安档 保持两只测试夹是分开的状态 调节横流电路的电位器 使万用表读数为100毫安 把红色香蕉插头从毫安口换到电压口 将万用表切换至毫浮档 这时将两只测试夹接触到一起 万用表的读数因为0毫浮 下面就可以把带测电阻放到测试夹的两端进行测量了 我们先来试测一下这枚10毫浮的合金电阻 万用表的读数为1毫浮 此时流过电阻的电流为100毫安 根据欧姆定律可以反推出组值为10毫浮 也就是说万用表的毫浮读数乘以10就是毫浮值 接着我们再来测一枚1毫浮的合金电阻 万用表的读数为0.1毫浮 乘以10就是1毫浮 看来精度十分不错 使用这个电路来测稍大一点的电阻也是可以的 比如我们来试试这只1毫浮的金属壳电阻 万用表的读数为98.76毫浮 算得电阻值为0.9876毫浮 切换到万用表的欧浮档来对比一下 读数为0.99毫浮 与0.9876四手五入的结果是一样的 最后这里还有一枚0.5毫浮的合金电阻 让我们看看是否能测出正确的组值 万用表的读数 0.05毫浮 算得组值为0.5毫浮 看来精度能够达到0.1毫浮 但是手里暂时没有0.1毫浮的电阻来验证 相信这个精度已经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了